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 重生巴林 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505集 小柔 好好陪陪刘老弟 女人看起来也就二十多岁 和粗之大叶的李凤梅一笔 这就是个水作的人 腰脂细细的 说话声音也软和 女人味和纯真在她身上完美融合 长得并没有多漂亮 带着一股小可怜的味道 刘天泉吩咐她坐在刘勇身边陪着 她就真的乖乖陪着 挨刘勇挺近 却不往刘勇身上靠 叫刘勇是 勇哥 这和刘勇之前在应酬场合 见到的陪酒女都不同 别的是妖艳见货 这女人像是良家妇女 刘天泉让她敬酒 她想了想 怯生生的 我看勇哥这样 再喝 是不是就伤身了 刘天泉皱眉 小柔 你这就心疼上了 小柔往刘勇身边躲了躲 好像有点怕刘天泉 被小柔这么一打岔 好像打乱了刘天泉的某种盘算 刘勇酒劲发作 趴在桌上呼呼大睡 根本没有机会 正眼看过小柔 刘天泉站起身来 哼了一声 照顾好刘老弟 刘天泉带着自己的人跑了 把喝醉的刘勇和小柔 扔在了房间 顶多过了三分钟 刘勇没出来 葛剑就推门进去 这种应酬的场合 葛剑和李东良 必有一个人会跟着 刘勇也怕找别人的道 早就和两人有约定 只要他没说要留下 那就是不愿意留下 别管他意识是否清醒 都要把他给带走 就算他愿意留下 也是一时脑子昏头 身边的人把他带走 那股邪劲也就会消散 葛剑也怕刘勇犯错误 说实话 他和李东良 现在应该算是 刘勇的亲信 按说两人 要完全站在刘勇这边 但先给夏小兰当过保镖 李东良和葛剑 更佩服夏小兰些 夏小姐 应该是不想看见 自己舅舅 在外面逢场作戏的 葛剑知道 刘勇回鹏城后 心情不太好 谁和老婆吵架后 心情能好的 这种时候 最怕有人趁虚而入 刘勇今天 喝酒的势头也很猛 偏偏刘天泉 还中途 叫了个女人进去 葛剑 都怕自己推门 瞧见辣眼睛的画面 哪知 房间里只剩下两个人 那个女人 却规规矩矩 坐在刘勇身边 和葛剑想象的 完全不一样 永哥好像喝醉了 小柔站起来 表现得特别自然 葛剑也没想到 今天这女人 画风完全不同 她多看了这女人两眼 女人把头微微低下 小鼻子小眼的 有一股柔顺之美 葛剑心想 香港老这是又换了招数啊 老老实实地说合作不行吗 总是要给永哥挖坑 葛剑照例把刘勇 扶出了房间 刘天泉出入都是豪车 刘勇这个小包公头 还靠双腿走路 挥得他脸皮厚 能和刘天泉这样的 大老板正常来往 葛剑扶着刘勇 回头一看 那女人还在门口站着呢 刘勇被风一吹 刚才喝下的酒 在肚子里翻江倒海 蹲在地上吐 小柔跑回来 塞给葛剑一张手绢 又默默往回走 出来陪酒的女人 居然还带手绢 葛剑是真看不懂了 刘勇一边走一边吐 手绢上有一股淡淡的香味 葛剑把手绢用过就丢 却发现刘勇吐完了 眼神很清明 你没喝醉啊 刘勇用袖子擦擦嘴 我要不装醉 今天能躲过去吗 刘天泉逼得越来越紧了 这人一边给刘勇介绍生意 一边不放弃和刘勇合作 南海酒店的装修工程 刘天泉志赞必得 这些香港老板做生意 全是一个套路 酒色才气 总有一样能腐蚀 刚刚开始接触市场经济的内地人 就算是国有单位的领导 都扛不住 国家搞改革开放 要先搞试点也没错 经济虽然发展了 社会风气 却被外来者带坏了 刘勇要是一个真老实的农民 他就和这些人凑不到一起 要不就彻底堕落 要不就被排斥 刚才呢 他就是装傻 他当然没罪 在刘天泉面前 他都敢放任自己喝醉的话 怕是要被刘天泉打包卖掉 刘勇也听说过 有人就是在酒局上 晕乎乎就签了合同的 不过刘天泉这次叫来的女人 倒和从前不一样 规矩的让人意外 刘勇没想太多 他现在是谁也不敢碰 李凤梅就算和他吵架 那也是他自己家的事 刘勇想的是 自己从京城带回来的18万 有了这18万贷款 买房的事 非但没有影响他的流动资金 反过来还增加了12万 如果手里这些装修单子 陆续收尾 刘勇手里能用的钱 也有30多万 这和国有单位是不能比了 但跑来南方淘金的人里头 刘勇算是发展得很快的 刘天泉那里是推不过了 和刘天泉合作 除了南海酒店 他和刘天泉能不能合作别的呢 刘勇知道 刘天泉就是描上了远辉和汤市长的关系 刘勇比任何人都清楚 刘家人其实和汤市长 没有半点实质性的关系 全靠夏小兰 机缘巧合认识了汤市长 那能不能拿着鸡毛当令剑 和刘天泉合作了 却不损害汤市长的名声呢 让他直接去找汤洪恩不可能 刘勇觉得 这事儿要找小王商量下 小王就只传达了一个准则 公平买卖正当交易 刘天泉的生意在彭城做得挺大 刘天泉是搞建筑开发的 刘勇要搞后期装修 想彻底撇开关系可能吗 想接近汤洪恩的老板多着呢 刘勇要是个个都不敢打交道 生意也别想做了 小王的意思 就是汤洪恩的意思 难得大领导还教他做事 刘勇这下子得了准信 刘天泉再提合作 刘勇还真敢和他合作 前怕狼后怕虎 还要不要做生意啊 夏小兰提醒过他 一定要把合同看好 不要给人抓住把柄 刘天泉喜出望外 总算把刘勇这边给松动了 刘勇和刘天泉谈的是正事 香港老板总是套路多 每次都要把叫小柔的女人给带上 多见几次 刘勇对这个女人的印象 就有点深了 就有点深了